民生消息首先要告诉您 高平地区又出现了国内今年第二起 日本脑炎死亡病例 疾管局特别提醒民众 夏天蚊虫多 一定要特别注意环境卫生 如果家里头有小朋友 也要记得按时接种疫苗 增加他们的保护力 防疫人员忙着消毒 就是怕日本脑炎疫情再扩大 因为又传出今年第二起 日本脑炎的死亡病例 这是一名家住高平地区的39岁妇女 6月5号发烧到39.6度 到医院看诊后还是没有改善 甚至出现抽筋现象 4丁后再度回诊 就被转入家户病房 27号病情恶化不幸死亡 一旦发病有时候 预后的状况通常不是太好 预后的情形甚至会有一些 神经上的精神上的 甚至于智能上的一些 一些后遗症存在 经过调查 这名妇女住家附近有稻田和株涉 是避免纹很容易滋生的环境 疾管局研判很可能被三班加纹 叮咬而感染 除了日本脑炎外 白日咳疫情也有升高趋势 虽然不像美国加州爆发上千名病例 造成五名婴儿死亡 但因为白日咳传染力很强 仅次于麻疹 因此疾管局也特别呼吁 家长务必让小朋友按时接种疫苗 目前为止累计的个案数 是37例的确定的个案 那年纪其实分布上 还是比较年纪比较小的 这个年龄层 疾管局说白日咳大约每三到五年 就会有一个流行高峰期 而今年刚好是流行年 民众如果感冒咳嗽超过两个礼拜 最好赶紧就医检查 至于日本脑炎 还没有接种过疫苗的民众 可以自行到鼠立医院 自费接种以增加保护力 记者赖鼠媚张国良